距離傳說亞爾宗斯的發售就剩下半年左右 所以官方就在9月29日公布了一系列的情報 今天就由我來和大家看看在這個情報中有什麼重點的地方 開始之前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 如果這個影片超過了30個LIKE的話我會製造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在新作的情報影片可以得知到傳說亞爾宗斯裡面配置了時間系統 這個是以往第二世代金文也曾經出現過的 在不同的時間會出現不同的精靈 可以看到分為日間和晚間 以及不肯定是否黃昏的三段時間 當你看到樹上有搖晃的現象的話就可以透過調查方式將它撞下來 在冒險的過程當中有機會發現一些眼睛紅光的精靈 他們不是紅眼症 而是代表它是體型大於一般同類精靈的頭目BOSS 我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留意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主角如果被BOSS的招式攻擊到的話 主角會有叫的一聲 如果用女角的話就是... 然後在前幾作的介紹當中登場過的精靈 在這次的亞爾宗斯傳說可以騎成他們的攀山攝水 更加可以被勇士英帶你飛 而除了可以在平時的商店購買一般的日用品之外 你可以去到一個叫工藝製作的地方 用樹果和草藥合成一些日用品 在這個遠古時代還沒有精靈寄放系統 也就是我經常稱的雪櫃這些高科技的存在 而在這裡就是使用了一個放木的形式 將精靈放到一個放木牆的地方 不過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影片當中展示的徐風球 它的能力值是不應該那麼高的 所以我也找了網上精靈能力的計算表 32級的徐風球 假設在滿個體、滿努力值的情況下 是沒有可能有影片當中的能力值 在這裡我有兩個猜測 第一就是它擁有以前Pokemon Let's Go的糖果系統 第二就是這個徐風球是由體型以於一般同類的BOSS捕捉 這個就有待觀察了 或者讓大家可以在留言裡猜猜一下 究竟是什麼現象令到徐風球這麼高的能力值 之後就是一些我覺得不太吸引我的系統 什麼精靈拍照或者是一些換衣系統 這裡就輕輕帶就算了 現在就介紹情報當中最重要的資訊 今次的情報公開了新地區形態的精靈 劈虎螳螂 劈虎螳螂是飛天螳螂的進化 巨鉗螳螂的對位 據說是在洗翠地區的特殊抗射作用下進化 身體由岩石組成 而岩石會在激烈的戰鬥中缺損 所以越是身經八戰的螳螂 它缺損的位置也會越尖銳 根據這個描述的話 我猜猜這隻螳螂的特性有機會是跟碎裂海甲相似 當會受傷害的時候 減少防禦但提升攻擊力之類的特性 在影片中就展示了一種狂暴狀態的劈虎螳螂 會變成全身發光 身體也會比平時更大 在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據說 尤其是黃和女王都喜歡的東西 震寶去擊中它 雖然在影片中比較少介紹震寶這個東西 但相信應該是投擇後會令狂暴化的精靈寧靜下來之類的東西 其他不算太重要的東西我就不一一介紹 以上就是今次的影片內容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按讚 :"